你看这个火星上大气那么稀薄 但是火星上为什么沙尘暴它比较多呢 那个是这样 就是首先火星的风速并不低 风速并不低 它风力不大 就力不大 因为它空气稀薄 风力不大 但是风速并不低 对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呢 火星的表面有一层非常细的沙尘 其实这也好理解 地球上比较沙漠地区 如果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 它其实能够形成不冷系的沙尘 这种沙尘它一旦卷起来之后 就像跟地球不一样的原因 就是地球上有植被啊 有海洋啊 有什么东西 它会把这个沙尘给它削减掉 因为沙尘就很难越过海洋 也很难越过这些植被地区啊 或者什么 火星上因为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地形阻挡 除了几座高山之外 但是高山也很有限 所以它很容易就扬起来之后 很难下去了 它不落下来之后 对对对 所以容易形成全球性的一个 为什么风大 为什么风大 因为它风速高 就为什么风速高啊 问的就是你这句话 为什么风速高 这风速大小其实跟它的那个 什么有关系就是那个温差 跟你温差有关系 比方说这个 我们地球上的大气环流都是因为温差引起的嘛 就是热空气上升 所以它温差 火星的温差更大一些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只要有这种温差的话 它就会形成大气环流 它就会有风 火星温度会比较低 它好像常年的平均温度还是零下60度 零下60对吧 零下60度 最低零下100多度 一两百度 它最高好像也就二三十多 所以要是真的打算在这个火星上生存 确实还得比较扛动是吧 它地下的那个就是那个类似溶洞 我刚去我上个礼拜刚去那个贵州 刚去那钻进溶洞里的 然后后来就他们就把那灯都关上 关了以后真的就待一会儿 那真是完全黑 你身上五天五日的 但我估计那火星下的那个溶洞 肯定比地球可能还要更厉害 更大嘛 上次我刚那个看了他们翻译的一个 就是会更大 就是比地球上大得多得多 就火星地下的这个溶洞 月球跟火星溶洞 都比那个地球溶洞要大得多 它叫熔岩管道 对对对 就那刚刚我们说火山喷出来嘛 喷出来 其实它在喷出地表之前 其实是在地下运动的 就跟水管一样的嘛 水管运完了之后 不是里面那个原来是岩浆嘛 膨胀了嘛 那冷却的过程中 肯定一段空间就产生了嘛 对所以你在火星上也好 月球上也好 你会看到那个沿件管道 直接在地表上 你当然看不到管道 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个洞口 然后沿着这个洞口追过去 你如果追过去 它其实有时候也一串洞 对 砍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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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就是砍掉了嘛 对对对 相通的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在那底下待着应该还比较爽 待着比较安全 对对对对 不用建房子了直接 就直接那个 也算地下了就 因为你要在火星上生存的话 首先这个辐射是必须要绑的 那火星上的辐射就跟你天天给你做 做CT一样的 我们经常在地球上不说 一年只能做两次CT 对对对 你做三次就增加患癌症的风险了 你如果是二十四小时跟你做CT呢 那就马上人受不了了 就主要是因为它没有 火星辐射 对 大气瓶 对火星 去火星第一威胁其实是辐射的 对 其实是辐射 辐射是最 温度好不容易 温度只要能源一解决 温度就不是问题 对吧 多冷的地方能源要有 辐射是最严重的 那所以这个 这个移民火星这件事到底靠不靠谱 就是火星有没有可能 不靠谱 不靠谱 周老师已经说了 周老师已经说了不靠谱 这不不 就至少不是 至少不是 但因为现在 最乐观的估计是五到十年地球人移民火星 这肯定不靠谱 据我所知啊 五到十年肯定不靠谱 据我所知 郑老师的火星护照都已经办完了 哪啥的火星护照 自己写的 自己办了个火星移民局 移民局对了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郑老师 火星移民局 什么点过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觉得不靠谱 但是你想想 马斯克是一个私人商业老板 对吧 对对 他都可敢大规模的这样投资进去 没有一定的把握 肯定是不会投资的 然后他的火箭和飞船 其实都是瞄准火星登陆的标准来设计的 对这个 如果他只是空间站用用 他不需要这样的设计 他其实是在挑战一个技术极限 所以一旦他那个技术实现了 他到火星是有可能实现的 他用他那套方法是可以实现的 这是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呢 就是说 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情不靠谱 其实是因为你还是不够紧迫 不够紧迫 对 就是一旦你地球上的条件 比较紧迫的情况下 这件事情马上会提到一失日程 所以还早上 不是说现在待挺好的吗 对对对 这是第二个意见 就是你告诉你 你明天这地球就要毁了 就是我们还真没到 这个流浪地球的这个阶段呢 是吧 我觉得是啊 就是说你一旦你说 哪天地球要毁了 马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去了 哪怕越去 因为他再恶劣你也去了 对吧 哪怕再哪里都去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意见呢 就是说 只是说那个地方还没有发现 足够打动你的地方 足够打动你去的 那个诱惑力 就跟你说旧金山 原来叫Saint Francisco 原来有金矿 一旦发现所有的人都去了 那么那个地方如果有一些独特的一些矿产 这矿产有可能不是要带回来 也有可能说一旦有那个东西 跟仙丹一样 长生不老 你能在那生存下来 仙丹 你能生存下来 火星丹 那这时候你的诱惑就大了 比方说钻石 当然黄金其实已经不值得拿回来 但如果一旦发现钻石 确实是可以的 钻石还是有可能的 在火星上吗 对 钻石是小天体撞击造成的对吧 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概念吧 就是只要有小鹰砸它们 火星肯定也得被砸呀 砸完了以后就有矿了呀 有矿了以后 压力足够高什么的 对呀 它就是小天体撞击的时候 它一定会是一个高压高压的过程吧 所以它应该是有钻石矿的 融融什么的 钻石我估计太阳系的这些天体哪都应该有 我认为啊 你想地球上这些钻石矿是不是 重金属的矿肯定是对吧 钻石 钻石我们认为是高温高压冲击下的形成的 就是它有 是小天体撞击造成的 还是不一定 不一定 地球上的矿我们都可以用 不用小天体解释都可以实现 因为地核就有一些高高压条件 逐渐它就是上来的 对对对对 对所以它也行了 火星也可以有吧 我觉得它大概 你像我们经常不知道板块俯冲 太平洋板块俯冲 要到大陆板块底下 像这种板块俯冲 它如果俯冲到上百公里 那么就完全可以 因为俯冲之后它会折返回来的 对下面就足够形成有金刚石的钻石的条件 它再会俯冲在带旁边就行了 对 这样这种板块运动非常普遍 但是我估计大家不至于跑到那去挖钻石 而且如果要是发现大量钻石 那钻石反而不止下 这一路之上这两万五十天你现在省不了 就是说你这两万五十天你待着就烦死你了 肯定是 你就想一般人想 他现在说最短可以说短到八十天 是吗 对 那就是有燃料的那种 就是玩命的那个 对 也不绕了 直接就过去就降落那种 切过去 切过去 那比较危险 还是调整一下比较稳妥 对 那就贵嘛 它不会是个钱的事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上面三个条件足够有诱惑力 然后呢 那个技术上又不是太难 对吧 第三呢又足够有紧迫感 这件事就可以实现了 但是技术上这个不是太难 你现在说的只是过去 就是说你到这以后你还有点待住呢 你还活在那呢 或者或者还有回来还考虑回不回来啊 对对对对吧 对吧不回来了 像刚才说那些问题是辐射啊低温啊这些 包括在这个火星上建房的你还得带一些材料 我心里想估计最后肯定都是打洞了 就是打洞是最可能的 这个基本上不会建房 打洞还可以平地辅射啊 对啊 这多好现成 就是它现成的洞 我估计大量现成有可能啊 我这瞎说的 就是说从我刚去贵州这个溶洞看了一块天坑 赶出了天坑 贵州洞太多了 那个天坑那个就是那个卡塞地方边的全都是洞 对对对对对 而且那洞长达 他那个他们现在贵州那个就那附近洞是什么500多公里长 就是他有一种算法 他就说现在其实好多洞都没就没到最深的地方 你倒是倒不了 倒不了 你去比如你就说你走一个礼拜还没到头呢 你没办法了 你就得回来了 就是还有好多地儿 所以我相信火星这个情况可能没准也有他自己的溶洞系统啊 也什么的这也多好玩啊 啊 那里头什么都有 还有火星人呢 估计那个溶洞的话也住不了多少人 那个 那个地球上那个刚刚主管说那个贵州的洞 因为我在贵州待了五年嘛 那个贵州是卡斯特的洞 就是它的那个是碳酸钙碳酸酶酶酶酶酶形成的岩石 所以加上澳湾化碳 加上水它就溶解掉了 对地下河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句话叫地下水滚滚流 地上水贵如油嘛 所以那地方其实雨水很崩沛 但是很经常发生寒灾 就是因为水存不住 但那个火星上的那个洞穴啊 我自己想的应该跟贵州的洞穴形成原因不一样 刚才地球那个 主管是卡斯特是吧 对对对 火星上的洞穴是岩管嘛 岩浆冷却之后那个 体积缩小了 然后形成那个洞 但是那个刚刚你带出来一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 刚刚我不是说那个火星上有水吗 有水现在其中的我觉得包括地下水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问题不大 它不会太丰富 但是水应该是不少的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猜 就是到底火星有没有地下水温循环 因为地上水肯定没有循环了 有个水温循环是吧 对地下水有没有循环 有没有水温循环 如果有水温循环 那么出现生命的概率就会大得多了 对因为你生命不就要有物质的能量的运输吗 还说起这事儿像前几天还有人说就是金星上可能有生命 就是它有一种循环 就在大气层里面 在大气层里面有生命 它就在大气层里面 它有一层大气是那条件是可以满足生命的 被生物存在的 大气层里面有些地方都不热的 然后它就随着那个 然后它又怎么有一个下降 下降降到一个地方以后又怎么上升 它就不落地 一直在大气层里面 但是它理论上存在这个微生物 它可以存在这条件 而且就可以有一个循环 它一个什么逻辑就能让它这个上下的高度变化 条件适宜 就正好就在大气层里面那一层 然后又升上去了什么的 我不知道跟他说那个 其实很容易啊 就像你现在掉下来的灰尘里面其实都有细菌的 这灰尘里面如果悬浮在高空 不就一直在细菌里面了 这个生命是很容易的 就它永远都不掉下去 就不掉到那大气层里面 其实就有点像咱们那个云层的那个高度 所以它老在那一个一定的高度之间变化 挺挺 你接着说接着说 那个水 说咱说别的 刚才让他讲解空倒了 火星里面的这个就是水纹循环什么叫 这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它有变成蒸汽了 又变成下雨了 什么那种 就是你看现在那个大家都说啊 表面上肯定是没有液态水了 对吧 然后那个地底下如果有水温循环 然后又有个跟大气之间有一个水的交换 那么整个火星的那个循环系统就建立起来了 循环系统如果一旦建立起来 对有生命还是很有帮助的 对 如果你局部的有一个水坑 那这个地方要产生生命值比较难 那如果水老是带来带去带来带去 那就形成矿床 形成那个生命值都会容易的多 对 现在地底下有没有水温循环 这是还没法解决 name is this 对